黄伯徐真换头造型大PK 在这个网友雄霸天下 PS技术精妙绝容的网络时代 娱乐车的中明星一不留神 就会成为网友们恶搞的神作主人公 近日小编发现 黄伯和徐真在微博上分别转发了 网友帮他们PS的换头照 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换头惨案呢 全音在即将上映的电影无人区中的造型惹了祸 黄伯和徐真竟然互惑了对方的发型大玩突破 所以引发了网友们的无限创作灵感 那么在为该电影宣传活动上 咱就替广大天才网友陆陆地问一句 二位爷对这换头照还满意吗 对 你们最喜欢哪一张 你们分别都最喜欢哪一张 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 迪人杰伦的那张 小编也最最喜欢迪人杰剧照这张了 这千脚百妹的模样 真是要迷倒众生的节奏啊 那不知道另外一位男主角黄伯最喜欢哪一张呢 我喜欢跟桃红的那一张 二位爷 你们就这么辟邪防盗地做了决定 你们可有争得人家龙妹妹桃红的决定啊 猪哥哥小心回家会错一半哦 所以咱还是问问你们能决定的事吧 最近说的最多的就是那档亲自真人秀节目了 余姬们不能免俗地又关心起了这个话题 你是说父子节目我们俩去上 不是 是你们俩 你们俩分别 我会让桃红去上 就因为桃红姐之前有说 很希望徐真老师带着女儿上那个节目 如果能跟电影的片头是一样的话 哈哈 有什么 小编点评 徐真你想太多了吧 我